8日上午,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吴国昌 林芳宇前往福利综合性深藏福利福建福利中心 发放老人装置假牙补助款 并关心老人装置后的咀嚼情况 接受补助的老人对于县府补助政策表达感谢 林县长表示,县府虽然财政困难 但为了让老人的健康 县府会努力开发裁员,意读假牙补助经费 也期盼中央能够纳入长照2.0补助范围 中央地方洗手,让老人们更幸福健康 市奉南投县保姆协会办理保姆奖席 林县长也前往致意 县府近年来积极结合保姆协会 培训合格保姆人力 也积极规划四大市政托育中心 目前南投市已经规划完成 后续将继续推动竹山、土里 以及草屯规划新建计划 帮助解决幼儿托育问题 所以县长现在从去年开始 每一个月每一年变了两千万 今年透地增加到四千七百万 他们看这些老大人实在说 没有长期去吃不疼、吃不疼 营养会不够,身体就吸肉 所以县长会积极地在争取 明年度继续在变育划 补助老人的甲 我们希望中央行政院 能够确实地长照二点營 列为补助老人装甲的一个项目 另外热活妇女关怀协会 也办理中秋送暖 车服务员、人团员、反空屋 爱扶里公益活动 领县长会同一员林芳宇、吴国昌 王彩云、埔理政长周一雄 埔理政民代表会副主席黄世芳 县能会理事长胡佳神一同出席 提前和弱势族群一起欢度中秋佳节 临县能祝福埔理相亲中秋愉快 并颁奖表扬大埔理地区 才艺竞赛获奖单位以及个人 由爱兰国小战鼓队赢得第一名 现场也准备700金汤圆和民众一同分享 佛光会等近百位医工也到场帮忙 场面温馨欢乐